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在节目中谈到了去习近平话的问题 其实这是邓小平处理党内斗争的一个风格 就是说斗争不要搞得太过于激烈 要给失败者留一定的面子 就是让失败者能够相对体面的退场 邓小平处理党内斗争的风格和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 毛泽东那个党内斗争叫做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把失败者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 毛泽东时代的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下场都是非常的悲惨 比如说高岗是自杀彭德怀死在监狱中 刘少奇本人被批斗致死 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被关进了监狱 林彪看的刘少奇的悲惨下场就铤而走险 带着一家人趁飞机叛逃国外 结果也全部摔死了 后来毛泽东的亲信私人帮被判重刑 这也是对毛泽东的一种复仇了 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比如像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 李鹏 杨尚鲁 杨白斌这些人 他们的下场就相对好很多 不像毛泽东时代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那么悲惨的下场 就是说邓小平这个党内斗争的风格 就是让失败者可以相对体面的退场 给他留一点后路 那么邓小平亲自选的两个接班人 江泽民和胡锦涛 基本上是继承了邓小平处理党内斗争的风格 所以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中共党内的斗争也都不太激烈 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就崇尚毛泽东那种党内的无情斗争的风格 就是以反腐为名义 对他的反对派进行无情打击 党内斗争又开始激烈起来 现在习近平和中共党内那些反习派系的斗争 可以说非常的激烈 那如果是习近平胜利的话 毫无疑问习近平就会用毛泽东那种党内斗争的风格 无情打击他的反对派 把那些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 然而如果是反习近平派系胜利的话 那么反习近平派系 他要用邓小平的风格来处分习近平呢 还是用毛泽东的风格来处分习近平呢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 先说一下不少海外视频人士 他们对党内斗争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看法 海外的很多华人还有不少的外国学者 就受毛泽东的影响非常深 他们一提到中共党内斗争 必然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零和博弈 他们就按照这个你死我活的思维 去观察中共的党内斗争 他们这样理解习近平的结局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这个毛泽东的风格去理解习近平的结局 那就是天上地下两个极端的结果 要不然就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铁定连任 完全掌权彻底消灭他的反对派一统天下 然后登基当皇帝 那要不然就是习近平连任彻底失败 他被粉碎被关进监狱 习近平派系的人也被彻底的清算 所以呢如果按照毛泽东这种风格的思维呢 习近平的结局无非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种嘛 要不然习近平就是一飞冲天 完全掌权登基当皇帝 要不然就是习近平一败土地被粉碎关进监狱 那么如果你要按照邓小平的风格去想习近平的结局呢 那就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既不是完全掌权当皇帝 也不至于一败土地被关进监狱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结局 目前呢在海外啊 用毛泽东的风格去看习近平的结局的人很多 可是用邓小平的风格去看习近平的结局的人 应该说很少不多 那么现在中共党内反习近平派系 在这个党内斗争中是明显已经是占上风了 从各种的迹象来看 李克强为首的反习近平派系啊 那他们胜利的话 那对习近平处分呢 很可能是采取这个邓小平的风格 而不是采取毛泽东的风格 也就是说李克强为首的反习近平派系呢 他们会给习近平留一定的面子 让习近平能够相对体面的退场下台 现在呢 我们说中国大陆悄悄的开始了去习近平化 就是要让习近平呢 逐渐的淡出政界 逐渐的边缘化 慢慢的在人们的世界中消失 就可以说让他相对体面的退场 今天6月1号 央视新闻联播的第一条新闻 是习近平发表文章 这个新闻说呢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 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他的题目是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猛然一看 好像这个央视新闻联播节目 第一条还是习近平的文章啊 还是中共把习近平捧得很高 好像习近平的权力稳如泰山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习近平发表的这个文章的题目 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这个题目啊 就是一个非政治性的话题 就是说你说了等于没说 因为谁也不会反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话题嘛 就是说你说这样的话 都是正确的废话 说了等于没说 习近平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 发表这种说了等于没说 这种非政治性的文章啊 就说明习近平大权旁落 因为现在习近平在二十大前面临关键的 连任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你发表文章不能乱发表啊 他应该发表一些政治信号 很明确的文章 要吹响一个斗争的号角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马上采取一个很强烈的斗争态度 你才能到二十大拿下这个连任总书记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呢按理说呢 习近平要斗争的话 那在二十大前夕 他发表文章应该非常具有一种斗争性 就是说要强调党的纪律 要共同富裕 要动态清零 如果习近平发表这种斗争性很强的文章啊 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还是比较稳固的 他还在进行斗争 可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 发表这种说了等于没说 就是非政治性的文章 那就反映出习近平已经被边缘化了 他没实权了 他只能说一些这些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 6月1号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的第二条新闻呢 是习近平就巴西的严重洪涝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向巴西总统致慰问殿 这就是一个外交性的礼仪性的事物嘛 并不是说他在具体的领导师级工作 而6月1号新闻联播的第四条新闻 是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的新闻 这条新闻说呢 6月1号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稳经济依览的政策 这也就是那个十万人大会李克强推出的政策 要落实这些政策 要他落地生效 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 要做应知尽知赶快知道 而且还让他们应想尽想 改快享受这些新政策的福利 那个十万人大会召开之后 李克强不是说看完你完了 现在他又要这块国务院呼吁 要具体贯彻落实十万人大会的这些方政政策 这些具体的一些东西呢 就表示当前党中央是李克强在主持具体的领导工作 那习近平呢已经是退居二线了 他也就不参与这个具体的领导工作了 所以这次十万人大会和习近平好像是没关系了 那么习近平当然他还是保留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荣誉 所以在报纸上呢他还经常会在头条出现 更有意思的是呢上海这个封城解封之后呢 上海市政府居然甩锅啊推卸责任 因为当时上海封城是莫名其妙就封城了 也没任何解释 那么现在上海解封也莫名其妙又解封了 也没有任何的解释 因为按照当初北京宣布这个动态清零的标准 那么上海在6月1号解封前一天 他们还是有30多个阳性病例的 那么在国外有30多个阳性病例根本就不算什么 可是在中国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因为在中国有一个阳性病例就要封闭整个街道 有10个阳性病例就要封闭半个城市了 那么上海有30多个阳性病例的情况下 按理说它是没有达到这个解封的标准 没有达到清零的标准 因为你还没有清零为什么就要解封了呢 那个就是等于说在没有清零之前解封 这就是对动态清零的打点 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市政府他这样答复 他说上海从来没有宣布封城 也就不存在解封的问题 所以不能使用解封这个提法 上海市有关部门说呢 上海市内设置路障啊道路隔断呢 这个车辆不准上路啊 居民区用木板这个把它隔断 或者是用铁丝网围起来 还有的地方用铁链把居民的大门都锁起来 这样的封城的做法 都是街道的居民委员会他们自制的结果 就是街道居民委员会他们自己干的 这不是上海市的直立 政府不承担责任 也就是现在上海市政府公然要甩锅了 就是把上海封城造成的一切负面问题和灾难 都推卸给居民委员会 就是都是他们干的 上海市政府是不承担这些责任的 这种公然的甩锅就表现出上海市政府 就不想替习近平这个动态清零造成的灾难来负责 这也表示习近平大权狂落 他就没有办法照他的亲信了 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能够有一个很强烈的撑腰 让他能撑得住 那么总而言之吧 现在的各种迹象都显示出呢 习近平是已经退居二线 那么具体的领导工作大权 已经是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了 我们就对比一下习近平和李克强 会见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的电视画面 习近平的陪同人员只有两个人冷冷清清 李克强的陪同人员是一群人 把那些具体处理事情的班子 李克强都带过来的 就是他要具体处理问题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电视画面就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他会见李家超就是一个务须的 就是个理性的会见 而李克强会见李家超 他是个务实的工作性的会见 要具体务实各种工作 那我们再看今天6月1号的新闻联播 习近平的报道 他是一个向巴西总统制慰问店 就是一个务须的外交礼仪的事物 而6月1号李克强的新闻报道 是召开国务院会议 还要对这个10万人这个会议这个精神 进行落实贯彻 那就是说李克强他在具体的 进行具体的领导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来 习近平已经是退居二线 而李克强成为一线领导 虽然说现在北京官媒对习近平的吹捧 并没有停止 如果从这个现象来看 好像习近平的权力还是稳如泰山 比如说今天6月1号新闻联播的第三条新闻 就是吹捧习近平的新闻 叫做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不过这种吹捧习近平 他就是一个礼仪的吹捧 因为他这个吹捧没有斗争性啊 没有说什么忠诚核心 跟随核心捍卫核心 这样的斗争性的语言 也没有给习近平增加什么伟大领袖 追的新头衔 就是说了半天都是一些礼仪性的 不同不仰的吹捧 没有这种斗争性的 给习近平要往前冲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这些东西都表示 李克强为首的反习近平派系 他们现在就是要搞一个去习近平化 对习近平的处分 很可能就是采取一个邓小平的风格 他不采取毛泽东的风格 就是不会把他粉碎一下子送到监狱而去 而是会对习近平留一定的面子 来慢慢进行这个去习近平化 让习近平可以相对体面的退场 回顾历史呢 当年邓小平的去华国风化 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 就是从华国风从1978年12月的11届三中全会上 失去权力 一直到1980年6月11届六中全会 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大约经历了两年半的这个过渡期 就是去华国风化搞了两年半 那么这一次反对习近平派系的这个去习近平化的过渡期 会有多长时间呢 现在当然也没有办法预知 不过呢 到今年秋天中共二十大之前呢 大概会让习近平保留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荣誉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